请翻开讲义 第23页 在讲经之前 大家共修得非常好 几乎98%的联友都很好 这样庄严的宋普贤行愿品祭宋 不但自己以及一切的众生都会得到利益 乃至于寺庙里面的灵谷塔 幽民界众生跟历代祖先都可以得到利益 但是我有一两个小的建议 请你做参考 有些联友很庄严 但是合着掌不念 这样不太好 听好 听是不会得解脱的 为什么呢 它要从意念 升起嘴巴出声音 耳朵注意听 你的声音 你的心 跟你的光 身心光 三个一切产生力量 它才可以转众生的业力 大部分联友都知道 但是我还是很愿意的耐心的说 身是由内心虔诚的念 你意嘛 六根意要起作用 嘴巴要出声音 不要静静那边听 听功德很弱的 不用表现庄严 是虔诚比较重要 然后呢 你要听沐浴的声音 大众的声音 当身心跟光 融成一片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们凡夫是看不到 但天龙八部 以及有正果的阿罗汉 是看到海印寺 跟整个新加坡 都是放光的 所以要出声音 假如你比较累的话 起码要出一点点的声音 不可以嘴巴闭着 这是很重要的修行关键 友善地提醒大家 请看二十二页 第十五行 科判秉一 以觉性的资良为菩提根 所以发菩提心 这个树根 先要有觉性 昨天讲到 对一切诸佛都要礼尽 那现在看二十三页 第二行 补充资料 发菩提心经论 功德持品 第十二 这个是说明 发菩提心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段 有一些补充说明 请看经文 诸佛子 菩萨成就十法 终不退失 无上菩提 何等为时呢 一者 菩萨生发 无上菩提之心 教化众生 也让发心 深发 注意 深是要很深信 发是要内心里真诚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 诵经的时候 要从心里出声音 这很重要 发呢 我们一般人发心 都是呢 都是世俗的发心 比较多 都是求消灾 免难 然后一切 家庭事业顺利 当然 这也是世俗的一种 待会后面会讲 慈悲 也是可以从世俗的菩提心 开始发起 但这里是指 初世间的 无上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 有时候你会看到 有怨菩提心 有时候行菩提心 分类不同 有时候讲世俗菩提心 有时候讲 圣意地菩提心 有时候用了另外一个名词 叫世间菩提心 或初世间菩提心 但是它的意义都一样的 也就是简单说 你是要发 真正想成佛 而利益众生的 为什么呢 你觉悟到轮回很苦 第二个 不但这样 还要教化众生 教是教育 化是感化 就像佛学班的人 老师们都很认真的 去教化学生 但学人每个人的 根性不一样 有些人一教了 他就根性很好 能接受 有人教了一次 两次三次呢 他还是很深烦恼 有人教要十次 百次 很多很多次 都也让他了解 发菩提心的殊胜跟功德 第二 常乐见佛 以及所真爱的东西 真正的布施供养 身重善根 这个在后面的 这个广修供养里面会讲 就是说我们很好要的 常常见到佛 佛是指 佛的这个色身 这里是指佛的色身 或是报身 佛的法身 我们是看不到的 因为法身无相 报身呢 在梵网经菩萨界里面呢 是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随行好 那是呢 菩萨才看得到 像文殊普贤 观音大菩萨 他们才看得到 那我们一般看到 佛的化身 化身呢 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已经入灭 而我们现在讲到见佛 是指针对见到佛像 画像或雕像 但是也不要轻视这些雕像 因为这些雕像 是佛的功德显现 为什么要把最好的东西 来布施呢 简单的讲 有简单的讲 后面我会布施波罗蜜详细讲 这里讲第一个 破除自己的贪值 第二 佛是我们积聚福德 资良的所缘境 讲简白了一点 佛 他的福报比我们大 菩萨福报也比我们大 他根本不用我们香花素果去供他 你们供完水果以后 谁吃呢 都是你吃的 所以可见 注意 入菩萨行里面讲 要是有这些所缘境 你才会生起这个供养的心 所谓所缘境就是外面要有一个条件 你才会生起那个心 对不对 就像呢 大家愿意坐车子来 不逃辛苦 你愿意来海印寺 你才会生起听经的心嘛 那你不来的话 可能在家看电视 睡觉 打麻将 不然就做其他的了 所以外在的环境对凡夫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要一个所缘境 所依靠的 就像你要依靠椅子 不然大家就坐在地板上 所以讲所缘境是他要引发你的善根 另外所缘境还有一个批语 像钥匙 打开钥匙 像你看进门 每个人回家都要有钥匙 甚至有一些还设呢 这个电动啊 系统 或是指 Alarm Assistant 对不对 有那个密码 同样的 我们要打开我们心中的功德啊 也要有钥匙 什么是钥匙呢 恭敬礼拜 跟供养的这个仪式 跟怨心 第三 为求法固 以尊敬心 供养法师 听法无厌 听好 重点是不是求法师 而是求法 波尔波罗密经说是 依止善知识 让你学到正法 当然有人也会问 佛经理也说依法不依人 没错 可是那角度不同 依法不依人的意思是指说 当很多的法师 或见地不同的时候 有出入的时候 你依谁呢 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这是叫你怎么去选择跟分别 在这个角度讲 但是说 这里讲 为求法固 有尊敬心 来请 请法师 身作 讲法 听法固 那是因为要 依止善知识 你才知道教法 那善知识呢 像你在大海里面的船一样 你从这一岸到另外一岸 你是要搭船的 对不对 除非你很厉害 要游泳 可是鲨鱼来了怎么办 你还是要跳去找船呢 所以 善知识是恭敬 所以听好 完整来讲是应该是 依止正法的善知识 让你做到 依法不依人 讲了解吗 所以佛经很难哦 对不对 很多的经论讲法不同啊 有人就是谈台杠啊 都说依法不依人 我说 你还有依法之前 你跟谁学法啊 当然是善知识嘛 当然善知识 在家出家都要 但是要有 归依三宝 具足戒律 而且真正通达经论的善知识 听法无厌故 在座各位就是很赞叹的 好 再来看幻灯片 所以可见这一段里面 说了一个重点 菩萨要常常发心见佛 所以可见呢 佛是果 像博士班一样 菩萨呢 像硕士班的 那阿罗汉呢 跟僧文像大学的 University的 但我们这些呢 就是从小学开始学的 好 那请看幻灯片 这是印度菩提加爷 释迦摩尼佛的石雕 注意 这个造型是印度的 在桂川王朝的时候的造型 所以出起大称 你有没有注意 佛的两个腿 你是看得到的 是透明的 这是印度的风格 可是我们中国人就说 哎呀 你怎么可以看到佛的密处呢 对不对 或是呢 你看到佛的腿呢 可是呢 这是印度的造像 跟我们现在中国造像是不同的 好 注意看 佛 这是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你看到上面橘色的花 跟白色的花 是我供的 我在大年初一 为一切的众生都供 当然也包含新加坡的所有各位联友了 所以佛呢 上面呢 有右边跟左边 就是三世佛 我讲的过去 现在 未来 注意下面 右下角跟左下角 有两个菩萨 所以这个雕像很重要 中间释迦摩尼佛 代表佛是果 有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印是什么呢 菩萨 所以菩萨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 佛子 对不对 诸佛之子 对不对 因为菩萨是子 他呢 发菩提心 跟佛学 所以他将来也会成佛 这个佛雕像是非常非常好的 接下来看 三世佛 过去是燃灯佛 你的右手边 左边是弥勒佛 所以雕像是他有经论根据的 再注意看 右下边是 在大乘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雕的旁边 听好 如果申文成的话是 阿南尊者跟大墓建年尊者 中国是阿南尊者跟家舍尊者 那是到中国唐朝禅宗以后 可是早期这是申文雕像 如果菩萨雕像的话 应该是 右边是雌星三昧的弥勒菩萨 所以早期大乘的人 所有的寺庙里面 没有人不拜弥勒菩萨的 不管你修任何法门 因为弥勒菩萨代表 雌星三昧 它是阴地 成佛的时候叫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好 这是右手边 那左手边是什么呢 悲心三昧的莲花手观音 特别注意是莲花手 所以他左手拿莲花 他的左手拿莲花 我们看到的是右边 所以可见呢 在佛多在世的时候 要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要先学慈心 学悲心 所以观音跟弥勒 都是你的老师 当慈心跟悲心 清净圆满的时候 你就是佛 这跟我们现在 构造这样不一样的 所以佛教 传播到全世界各地 可是从历史 从学术考证 或很多艺术雕像 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慈心跟悲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很注意听 我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讲慈悲观 慈悲观是很重要 尤其是大乘的慈悲观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四者 请看经文二十三页 第五行 若见到福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要护持佛法 那若见到比丘僧众 坏为二部 就是分裂为两派 相互的产生 争斗 共同的说对方的过失 这时候作为佛弟子 不论是出家菩萨 或在家菩萨 要善巧方便 让他和和 这一点我必须多讲清楚 因为这点很重要 昨天有一个联友问末法 是依众生的业力 正法 相法 末法 在末法时代你会发觉 善知识呢 是越来越少 那因为呢 出家的众生来自于 无量无边 所以众生的根性 也称之不及 坦白地说 出家众里面 也有很优秀的 很殊胜的 但是呢 也有不太好的 所以因为私心 烦恼很出众 为了世俗的名利 就会慢慢地 明争暗斗 争名夺利 这是真的会产生的 我并不否认 但事情也不用 因为这样子 而退失到心 因为这是众生的业力 但是说一个 做一个在家居士 注意听 尤其是护法居士们 你要护法 请问你护什么法 护法有很多解释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应该拿一张纸 让你们考试 写什么叫做护法 什么叫儒法 考对的才可以出去 考不对的 今天就住下来吧 什么叫护法 什么叫儒法 先讲儒法 完整地说 应该叫儒理儒法 那你怎么知道 不儒理跟不儒理呢 要学经论啊 最简单 有无量无边的条件来讲 起码要儒理儒 五戒跟十善啊 你不能总是 叫别人慈悲啊 哎呀 你要发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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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那边纳凉啊 你最不发心了 对不对 你要慈悲啊 你要慈悲啊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最自私 你不可以叫众生对你慈悲啊 是要你对众生慈悲 所以你要想 所以你要想如理如法 当然你要先知道理 理有无量无边 简单地说 合乎戒定慧 要合乎五戒十善 所以凡是做得合乎五戒十善的 你才要如理如法 护法呢 有很多意思 简单就讲 有形的护法 无形的护法 世间的护法 初世间的护法 世俗的护法 圣意地的护法 哇 那就很多了 你看 我光考六条呢 你们就全倒了 对不对 有形的护法 在家居士可能是供养三宝 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这是对的 真正住家人呢 他需要的并不多 但是现在的社会呢 你会发现 光一个大殿啊 水电瓦斯也很多 所以在家佛弟子 以供养三宝而生功德 这是对的 有形的护法 那无形的护法是什么 护你心中的清净心 你学习护法 要保护你的心 不要受外面影响 所以这个才叫护法 护的不是外面的法 是护你心中的清净心 当然你也会说 什么叫护法 我就依教奉行咯 请问什么是教呢 教有很多经论 所以佛弟子要想 怎么样如理如法护法 在家的居士 尤其新加坡的联友呢 我都非常的赞叹 这是非常的好的 对师父都很恭敬 对三宝都很敬敬 当然不同的意见 你有清净的心 跟师父以适当的礼貌建议 这是很好的 应该 但听好 在家居士 不要干涉生团 这点很重要 否则你护法 Close the line 你就变成在棒法 有些居士非常的热心 开始花心啊 做义工 做完以后就做组长 做完组长做副会长 副会长做完想做会长 做完会长以后呢 拍桌子就比师父大声了 不可以 听好 观世音菩萨 成愿再来的话 他也要对三宝相恭敬 尤其新加坡很多大居士啊 真的要谨慎自己的行为 不可以 你不要认为自己出的钱多 功德大 你是棒三宝的 听好 你这一生 除非你剃头 我不讲 出家里面还要按借辣的 年轻的也要听老的 要慢慢学习 听好 纵使你是对 但是对于上面借辣高的人 也要恭敬 为什么 他比你早出家 意见不同 所以作为在家居士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要护法 但是不可以过了线 超越界限 而对三宝不恭敬 甚至有些呢 好 我带了一些信徒来 那个人来结了一些园 然后呢 这个寺庙 这边四个 五个 就分党派 这就是坏为二部 二部是分裂的意思 所以谁坏了佛门啊 老实说是不如法的佛弟子 这一点大家要谨慎 那你假如觉得 僧团做的实在 太不如理不如法了 那你可以透过各种方法建议 那出家任务作里面 做部服务法的话 他有他的因果报应啊 有天龙八部啊 不用你刀心的 除非他犯了法 伤害的人民 采用世间的法律 请他还俗 你才可以惩罚他 所以这些东西 要特别谨慎 所以这里是指 在家居士要护法 在有形的护法 跟无形的护法 要特别的谨慎 所以 护持三宝功德力很大 你能做一个干部 做一个义工或一个组长 你的功德很大 但是不可以因为你的权力 地位跟权势呢 然后你就呢 轻视三宝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在讲经呢 讲十大愿王的时候 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菩萨 都会画千百亿化身 来教训众生的 今天早上呢 新智班我也说了 对不对 可能你听过 普贤十大愿的 对不对 文殊势利菩萨 画现一个呢 女孩子来脱波 一个渡娃娃 一个是小狗 对不对 一个女生 那个都是佛菩萨 不然你读普门 你读假的 观音菩萨 应以居士生得度者 寄宪居士生而未说法 应以和声得度者 寄宪和声而未说法 所以我虽然是出家众 我可以告诉你 我比丘 我对比丘你很恭敬的 我没有男女分别 我更不会压比丘你 为什么 搞不好他观世音菩萨来的呢 那对在家居士 我更不敢了 为什么 你们来护持听经文法 听好 佛也会让正法复兴 他会千百亿化身 请天龙八部化为 居士生来听经的 将来也写得很清楚 《妙法莲华经》里面 就有讲了 所以我对你们 是很感恩的 你对我很恭敬 那是恭敬三宝的相 可是我对你 更恭敬 对不对 因为来生一转 谁先成佛都不知道 所以佛的目的是 要调伏自己的心 所以在家出家 要和和 听好 很重要 男众女众也要和和 不要男众动不动 女人啊 你就少修五百年 对不起我自己错了 你是男众 那个是某一个经论说的 但它不代表全面 我昨天说过 投胎的时候 男众女众 谁都当过啊 对不对 男女是空向的 的确有些经论里 声文里是说 有不同 男女的功德不同 女众呢 可是她悲心也很重 并不代表她就不好 刚才说 万一观世音菩萨来 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 多读一些经论 想法角度要多理解 所以要大家和和 听好 台湾佛教如此 大乘佛教如此 新加坡佛教也是如此 佛法要和和 不是靠一个人 听好 今天佛教也不是靠 一个法师 一个比丘尼 不容易的 你看我奖金 要靠很多很多人 对不对 要义工 要主持和尚 请法 然后义工 要煮饭的 还要端椅子的 还要电线 种种的 还要管冷气的 这样子的话 在家出家 七众弟子 同共发心 这是大乘佛法 他了不起的地方 当然你现在看到 斯里兰卡 泰国南传佛教 他们呢 也是利益很多众生 但是西藏里嘛 正因为文化的关系 说来话长 对女众的部分呢 就社会的空间 比较少一点 所以西藏的比丘尼 也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这不是法的问题 是人为跟历史的问题 所以看这里 经文讲 若看到比丘或比丘尼 因为烦恼而分裂的话 产生斗争 上述 吵架 相互攻击对方不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作为佛弟子 应该请 三宝 放下成见 坐下来 好好的谈 让他们和和 听好 和和 是最大最大的护法 我再讲一遍 加和万事兴啊 和和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护法 那个胜过你今天几千万 做多少的庙 你因为让这个正法生团和和啊 它不会被破裂的 举个例子 好 昨天举例过 屋顶 假如见得很庄严 用金碧辉煌的珍宝 地板呢 用瓷砖非常好 结果柱子啊 是最差的木头 里面的很多白虫 这样摇摇 这样屋顶是会垮下来的 纵使是一个佛菩萨 成愿再来化身 做比丘比丘尼或柱池 假如下面的弟弟 弟子们 不管在家出家 明争暗斗 争名夺利的话 法还是会灭的 那佛菩萨怎么看 看了半天 凉拌 就走了 众生难度嘛 对不对 那假如是出家众的部分呢 要更谨慎 你的想法跟别人不同的时候 先要以三宝 以众生为第一 不同可以沟通 但不要强硬 在法灭禁经里面 甚至说了这样子 很不好的例子 希望不要出现 其实在某些国家也有出现 举个例子 在一个国家 然后呢 这个师父弘扬华严经 某某法师 他的信徒非常多 五百人 一千人 一万人 另外一个师父 也从弘扬华严经 刚开始人少 然后呢 他就不顺眼了 然后他就毁谤他 哎呀 那个师父讲的是假的 这边的信徒说 你毁谤我的师父 你们讲的才是假的 然后两个一起吵 这个也是法灭的 所以讲了半天 末法时代 魔怎么障碍佛弟子呢 让你呀 对三宝动摇信心 不相信你的师父 法就灭了 根本不用呢 什么呢 妖民界众生来的 他只要呢 你对师父的 或三宝的信心 破灭了以后 纵使师父做对的时候 你说嗯 可能有问题哦 那里有问题哦 这里不如法哦 你就会用自己去猜 然后呢 久而久之疏远 然后这里是非 我跟你讲 整个家 就像整个僧团 就分裂了 然后慢慢呢 住的人越来越少了 搬出去了越来越多 庙盖的越来越多 僧团就分裂 所以事实上 魔真的要障碍佛弟子啊 他根本不用显神通的 他只要一加一点神通 加点热 让每个人的业力现前 那个人讨厌他 那个人说他的是非 那个人排斥他 然后通通都在师父面前 那我跟你讲 师父呢 不往生也得往生了 所以我见商业金色的时候 非常严格 绝对不可以有是非 每一个人在我心中 都有优点缺点 我很清楚 每一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谁要来跟我讲是非的话 我第一个会先骂他 你看的都是别人的恶心啊 你为什么没看到自己 当然干部跟我报告 就事论事啊 不是批评人 这个我会接受 所以我非常的严格 真的很严格 为什么呢 建一个道场很难 佛度五比丘啊 五比丘就可以让佛教 弘扬全世界到现在 所以刚开始第一句很重要 就像你们养孩子有没有 老大要管好嘛 老大不管好 老二就学怪 老三就做怪对不对 猫不在老鼠就会打洞啊 对不对 所以 干部 基层干部 核心干部 是很重要的 他的支线 动机 是很重要的 他的做事风格 当然会不一样 但是不可以有是非 不可以有党派 绝对很严格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一个优点 刚才讲到小熊威妮 你看 我最大的优点 就是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心机 我表里是如一的 我好话坏话 都说真话 但我不会得罪人 为什么你不高兴的话 大部分就 keep smiling 不说你就好了 但我心里很清楚 我心里像一面镜子一样 所有的众生来呢 你是真心假心 或者是应付的 或是呢 你表里不如一 我都知道 听好 不要解释为神通 这是清静心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 升起这个智慧 各位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你没有去训练 没有去禅修 所以每一个人来的 我都很清楚 他有优点 也有缺点 我们讲 朽木不可刁眼 前几天 传义法师跟我说 朽木拿来好好做的话 也可以变高级艺术品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众生 都有佛性 所以我们要看 人家的优点 不要去看 人家的缺点 我昨天也说 要随喜功德 但是不可以有是非 不可以有党派 这要很重要 这是这一段的意思 否则 佛法是真的灭在 我们弟子身上 对不对 举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魔王呢 也来说 对不对 然后 释迦牟尼佛说 我的正法是不生不灭的 魔王就说了一个笑话 对 你现在是不生不灭 你有功德力 你有大菩萨 你有大弟子在 等到末法时代 我叫我的魔子魔孙 就通通都出家 对不对 然后呢 穿你的衣 吃你的饭 但心不行你 如来的道 佛就掉眼泪了 为什么 那时候的众生离佛太远了 又不学正法 那妖魔鬼怪又多 对不对 那个 特异功能又多 然后呢 又讲了三世因果感应 你真的无法 分辨了 佛弟子想走正道 但碰到的都是坏人多 这时候怎么办 要相信正法 忏悔 求佛 但是呢 你心中有正法的话 你就会物以类聚 遇到好的善知识 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必须详细解释 对于僧团 对于护法会呢 大家要和和为贵 和和和是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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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护法 第五 若见到国土 有邪恶的人增上 佛法开始要灭了 那应该要发心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乃至于受持独受 乃至于一记一句呢 让法都不要断 所以我们在 每一次讲经完结束的时候 我们唱《月葬吉祥经》的时候 令法九斥然 在家出家 活在这个世间 除了你自己学习佛道之外 你会让正法也注视 多一个人学佛 世间就会少一个恶人 当然其他人不一定像各位一样 马上就很精进 增入大圣佛法 但是你应该发个怨心 让你的亲朋好友 也接触佛教的姻缘 但他成不成熟 没有关系 举个例子 有很多人来见我 很多人都遇到家里有困难 我都会送他法宝 为什么 你去鼓励他 告诉他 诵经念佛 求佛菩萨 可能现在还没有产生力量 可是我遇过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亲自来跟我说 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看到桌上 还有一套普贤十大院 一口气二十遍就看完了 所以善根要等待好的姻缘 但你起码给他机会 作为佛弟子让正法不绝 专心的护法 甚至不惜舍你的生命 当然要护法 要让正法流通 不一定是单一的 像我坐在这里讲经说法 对不对 应经 做慈善事业 做各种护法义工 对不对 推行施術 种种的报章杂志都很好 但是我要说一个很具体的根本方法 就是你的身口意要净化跟清净 要净化你的身口意 那个才是真正的护法 别人看到你这个没有学佛之前很自私 学了佛以后啊 哎呀 越来越慈悲了 你的身上的光芒啊 就是真正的护法了 我以前没有学佛之前是小学老师 世间还是一个善人 当然啊 我也有我的脾气不太好 慢慢学佛以后改了 可是我学佛之前呢 蛮自私的 为什么 因为觉得这个社会上很竞争啊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华炎金讲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畏自身求安乐 我掉眼泪了 我想说 哎呀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伟大的人 我就问他 这个是谁讲的呢 上面写华炎金云 然后我就去问我朋友 什么是华炎金 他说 华炎金是佛教里面的精忠之王啊 释迦牟尼佛说的 所以从我发心学佛以后 我开始学着不那么自私了 我开始学着去 除了关怀我自己外 还花正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所以我的同学跟朋友在想 你疯了 我说对 好的疯了 因为我以前太自私了嘛 对不对 难免呢 就像新加坡一样教育 大家考试都很竞争啊 同学问你 你这个学学会不会做 嗯 不会做 回家偷偷做 你看 凡夫嘛 就是一定这样嘛 然后连友问你 哎呀你知道 你今天有没有念经啊 没有念经 回家猛费经 人都是难免的 所以改变你的身口意啊 才会真正的护法 让正法涌驻时间 当然各种流通法宝 乃至于像民国时代的防山石经 怕藏经呢 这个被毁掉 那这个也是护法之一 把所有大藏经刻在这个大理石 那现在我告诉你 根本不用刻在大理石 所有的大藏经就烧成一片CD光头片了 甚至上网呢 载成PDF版 全世界都可以流通啊 不过话要说回来 网路的东西不要太相信 只能做参考 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呢 有些资料呢 真真假假 你还是呢 要有善知识教你 这个很重要 第六个 见诸众生 恐怖不畏或苦恼的时候 应该尽心尽了 帮助他 师以无畏 这就叫无畏师 最具体的就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再看第七 劝发他要修行 如是等上面所说的 方等经论 或大乘甚深的经法 或菩萨藏 第八个 得到圣生的佛法以后 要尽心的去受持 注意 受持是要先听闻 接受 持是常常意念 你每天 读是看着经文读 诵呢 是经本合起来 背诵 常常去思维 佛所说的教法 如所说行 如所安住 所以实践很重要 九者 心注在法中 也尽量劝导一切的众生 让其他的众生 来听闻圣生的佛法 第十个 进入这好的佛法当中 也能够假如你通达的话 也可以为他解说 当然你也可以拿 法师的录音带CD给他听 但你也可以 依你的生命经验 讲给他听 举个例子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跟我有缘 有些人可能跟尊贵的 惠律法师有缘 有人可能跟某一个法师有缘 有些呢 你的公司行号呢 坐在你左右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 谁也叫做新红师 或是谁是传义法师 他没有缘 但是你把你体会得到的佛法 告诉他 鼓励他 你也是为他解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解说的时候 要有智慧 听好 有些现代的佛教徒啊 或现在的众生 很不喜欢有形式的风教 有形式的宗教就是呢 你不一定要跟他来念一部经啊 或是呢 念个佛号呢 他就不喜欢 他呢 他比较执着呢 我一个崇拜的 比如说我现在呢 举个例子 前一阵子台湾出了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四面佛 知道吗 在新加坡也有拜四面佛 其实四面根本不是佛啊 他是四面护法神啊 他是大犯天王啊 他是佛教跟呢 其他的宗教融合而面的 他根本不是佛 可是呢 四面呢 你还要顺时钟绕 爱情健康 对不对 绕一绕 然后呢 还要还愿 我昨天已经解释过还愿的事情 那根本不是佛法 可是呢 有人就会借四面佛来骗财骗色 台湾最近也出了一些问题 媒体呢 也报道 也攻击 可是很奇怪的 没有佛教徒要出来讲话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基督教天主教 只要有人攻击他们 立刻他们就会开个记者会说明 哪个真跟假 听好 我没有叫你们上街抗议 听注意 你不要到时候害我破菩萨界 我没这么说 但我觉得在民主国家 佛教徒要用心平气和 如法的方法 公开的表达不同的声音 这个我赞同 否则佛教会被灭的 佛教欺负我们 外道欺负我们是不可以的 尤其有很多人喜欢演那些什么 技工佛佛 对不对 演些吃酒喝弱的 这个比丘比丘尼 根本没有这一桩事 这个就要开记者说明会 叫他砍掉这一段 本来就是这样吗 你怎么可以做人身攻击呢 你说这是 所谓传播媒体 那你为什么不用基督教牧师呢 所以有一部电影大家最有名啊 有没有 就是呢 修女也疯狂 对不对 Sister Act 对不对 修女也疯狂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 你为别人解说的时候 有些众生啊 不喜欢很佛教的 你就不要用佛教名词 你不一定要讲因缘果报 业力 对不对 你可以换一个名词 比如说举个例子 慈悲心 你可以讲将心比心啊 你也可以讲 你站在别人的立场 为人考虑一下 你不一定要讲佛经的名词啊 讲个笑话 你听 我以前在诗专读书的时候 最后一年呢 毕业了前两三年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他是基督徒 他每天都跟我讲圣经 而我学佛 我跟他讲佛经 他就很不高兴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崇拜偶像 我不要跟他辩 我说你的十字架 不是也是偶像吗 你毁谤上帝 太不恭敬 我说你毁谤佛陀耶 那我们什么都能谈 但是呢 是好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 可是呢 后来我就换一个方式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姓俗家姓圣 他会叫我名字 圣公侯 我们今天去吃冰好不好 好 他心情就不好 其实我讲的东西都是佛法 就是鼓励他 叫他从不同的角度向讲 所以他很奇怪的就是呢 他虽然是基督徒 但他很喜欢到我的书桌面前剃胡子 因为我佛桌面前放个檀香 还有个观世音菩萨 我说好奇怪 你怎么每次看观世音菩萨剃胡子 他说我感觉很爽 很舒服 然后呢 毕业的时候呢 他送我了一佛珠 圣经 May God bless you 希望上帝保佑你 我送了他一佛佛经 May Buddha bless you 结果后来我们呢 毕业了一余以后呢 我当法师 他当牧师 可是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他生孩子的时候呢 我还是祝福他 他送呢 他结婚的时候呢 我还是送他呢 基督教能接受的礼物啊 所以有些众生 为他说法的时候 他真的很排他性很强 他很执着 那这个时候 你不要用佛教名词 你可以用生命的体会 站在朋友的立场 先看他结缘 心中发愿 将来我度他成佛 所以这叫 世教立行 开悟众生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菩萨成就如是实法 于无上菩提 终不退失 菩萨应当如是 修行此经 此经这里的经 是指发菩提心经论 是这部经 就是说 这个词就是指这部经 发菩提心经论 就是说 若有经典是教化众生 发无上阿诺多罗菩萨 秒三菩提心 能够成佛广度众生的部位呢 这个经典是很大的功德的 所以他说 这部经 以及同类的讲菩提心的经论的经论 都很大的功德 同样的 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虽然是龙树菩萨写的论 但是跟这个经的功德是一样的 他说 如是经典 不可思议 所谓能生一切诸佛如来 广大 无量无边 慈悲的种子 这样的经典 可以开悟 引导一切 具有身口意烦恼残伏的众生 巨伏是指被烦恼残伏 像残宝宝一样被捡绑住 让他能够发心 这部经能够让一切的 趋向无上菩提的众生 做正确升起的正因 正确的因 这部经能够成就一切菩萨 不动摇的六度万恨 这里的行念恨 破音字 六度万恨 这部经是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都互念的 互念什么 发菩提心 功德很大 去年在新加坡流通 文书十大院的DVD 跟各位介绍 文书菩萨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 我发愿度一切 有缘跟无缘的众生 都成佛 所以文书菩萨功德很大 所以他是无量诸佛的老师 所以释迦牟尼佛 阴地里也拜大致文书十大菩萨 所以听说很多新加坡的灵友 看了这一套以后 都发愿朝五台山的 所以我也很欢喜 那我想文书菩萨应该很忙吧 五台山应该朝圣事业也不错吧 那今年放了菩提家也 我想各位可以准备去印度了吧 顺地是很殊胜的 好 接下来再看二十三页第十六行 资良者 注意 菩提资良论 我虽然讲得很慢 但前面会很重要的 后面的经文呢 其实我很多都会提过 所以飞机就会开快一点 请看幻灯片 资良者 二十三页第十六行 它有很多意思 资良有五个意思 这个编号是我家的 什么叫资良 我们常常说资良 资良就像呢 你家里呢 古代吃饭的时候是米缸 怎么算你家里有没有钱呢 除了换金银珠宝的话 就看了米缸的米 有没有满满的 这个人家就很有钱 不管是小米啊 稻米啊这样 假如那米缸是空空的话 哇 你家就很贫穷 所以资良